战装的朋友呢 现在越来越多 已经大于练习太极拳了呢 那么这为什么呢 因为战装能养生 战装是太极拳的一个基础 只有你把基础打老顾了 你在练习太极拳中 才能打出太极的味道 大家好 我是太极飞飞 那么在我们训练营当中呢 也看到 有的同学在战装呢 第一步就做错了 他开步的时候 作为一个初学者 开步的时候 不要开完步 马上我就往这去战 一定要调一下 把我们的脚下调得舒服 这样你再去战装 怎么调 对于初学来说 那么我战装到底应该多么宽呢 这个问题不用你量 也不用你纠结 告诉你方法 人人都能做 马上跟我一起做吧 我们首先呢 松静站立 开步的时候 向左开步 与肩同宽 这样不要考虑我开的是否与肩同宽呢 不要 教你个方法去调装 怎么调 那么我们左右晃一晃 你看左右晃的时候 一定要是整进的晃 这时候你在停止的时候 你看你往这一停止 这时候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尺度 因为我们人有高有低 所以说不是统一量的标准 而是按你身体的所需的标准 你这样再去站装 那么你才能站得稳 如果你不调装 站不了两分钟 你就会感觉 这也不舒服 那也不舒服 如果你继续坚持站 就会造成僵质 做的是无用的工 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方法 把脚下调到最佳的一个尺度 这样的时候你再去站装 脚下呢 就站得稳 脚下伸根 让你全身都轻松 学习那家东西 关键的是方法 是技巧 学习那家东西呢 关键的是方法 是技巧 再通过老师给你调装 调身法这个环节 才能把这个装站对 好了 今天呢 就给你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论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看你全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